欢迎收看寻找台湾感动力 我们要带您走遍368个乡镇市区 一起寻找追梦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陈嘉宜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让我们一起大口享用 曾经获奖的冠军炒饭 出身宜兰的蒋家兄弟党 把以前妈妈的拿手菜三杯鸡 化身炒饭最强配料 还加入杏鲍菇 让粒粒分明的米饭 多了一些水嫩Q弹的口感 意外获得了评审青睐 拿下了台湾炒饭王东区冠军 只是这份荣耀 已经来不及与母亲分享 兄弟几个人只好并肩合作 把对妈妈的思念 化为家常蛋炒饭 也谨记妈妈的遗愿 热心从事工艺 让爱继续传递出去 大火快炒 淋上酱油 米酒 麻油 金黄饭粒在铁锅中跳舞 包裹了三杯鸡的咸香气味 瞬间划过舌尖的口感 叫人再三回味 第一次吃过这么好吃的三杯鸡 鸡肉很软嫩 雞巴菇吃起来也是蛮舒服的 就是很顺口这样子 让淘克一吃就上瘾的炒饭 长出的是蒋家二哥蒋胜渊 曾与兄弟开过车轮饼店 不过做夜市小吃很看天吃饭 因此除了在当老师的大哥之外 兄弟三人决定携手创业改做炒饭 其中三杯鸡炒饭更是曾荣获了台湾炒饭王 东区冠军 哇我们大家都尖叫起来 因为真的太意外了 原本志在参加不再得奖 没想到炒饭中加入杏鲍菇这配料 意外获得了评审青睐 其实光怎么切就充满学问 因为我觉得那个粒状的杏鲍菇太没有口感了 而且炒下去很容易就出水了 所以我就会把它改成做条状的 也比较保持它这个Q强的口感 加入水嫩的杏鲍菇 又不会变得失年破坏粒粒分明的口感 让这道庶民美食好吃到蜂王 但其实蒋胜渊的心里 原本最具冠军像的其实是这一道 特别把宜兰名产入菜 将金银剔凑的森鲍菇 今早蜜腱剁碎 与高丽菜 青葱 鸡蛋等配料翻炒 等饭收干起锅 最后豪迈地放上宜兰鸭赏 既然我们在宜兰 我们是宜兰人 那我们就把它设计成 跟宜兰的名产有关的炒饭 所以我用了青葱 金枣跟鸭赏 下去做它的一个配菜 一颗颗饱满的米粒 被鸭油包覆着 却不显油腻 咸香鲜美 让人忍不住想一口接着一口 意犹未尽 因为有些炒饭它吃起来会比较油 那它的不会 就是吃起来蛮清爽的 在鞋对面这边 然后有时候有时间 就不染得出去买的话 就会去那边买 它的饭粒就是粒粒分明 然后都因为很近的关系 所以就热腾腾就是送过来 倒水 洗米 再下锅 越是简单的东西 往往最难做到好 它是排行最小的弟弟蒋子君 每天一早到店里 面对最重要的主材料 白米 从日复一日的前置工作里 钻研出一套煮饭筋 每一个饭锅大致上都是一样 它会分三层 最下层一定最熟 最上层一定最不熟 那如果我现在要让它三层 都可以适合做炒饭的话 我一定要抓一个适当的比例 不过决定一起创业 个性来源北撤 哪有兄弟不吵架 其中老三蒋子洋 与二哥蒋胜渊吵最凶 其实最一开始做车车饼的时候 我们的个性说真的不是很合 就是常常会在吵架 就是我们的意见 就是永远是不同 他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但是意见完全就是 不会一堆在一起 尤其兄弟三人 并非本科餐饮出生 开店第一天手忙脚乱的 让讲生员不经效 这家店真的走得下去吗 我记得我们刚开店的第一天 那一天中午就做得很惨 整个中午可能出不到 十个炒饭这样 就明明人都来了 他们都点了 可是我根本做不出来 一下子手忙脚乱 一下设备哪里有问题 我就很灰心 回忆创业起头难的挫折与灰心 太太林云莹看在眼里 也心疼不已 那时候炒创期其实超级辛苦 然后我就一直跟她说 算了啦 还好他们遇见生命中的贵人 一句话的鼓舞 燃起宜兰人不服输的任性 刚好那时候我们车轮饼店的 那个房东太太 她当下就看到我很沮丧 然后她就鼓励我说 没关系 当初你一开始做车轮饼 不是也是这样吗 我觉得很好吃 相信你以后也会变得 跟你的车轮饼一样好 创业路上有贵人的鼓励 从小就受到爱心人士的资助 因为父亲早逝 母亲身兼素职 做过车工 清洁工等工作 一人用尽全力 拉拔四个孩子长大 却不幸离癌去世 年纪最小的蒋子君 来不及向母亲敬孝道 便把对妈妈的思念 刺在自己身上 这个亲最主要就是 要纪念那时候妈妈 那因为对我们 整个家四兄弟来讲 就是妈妈真的是 一个很大的榜样 我们所有的事情 真的是拖他所赐 才能有今天的文明 回忆其母亲辛劳大半辈子 即使晚年被冰痛缠身 但仍然不断感念着 曾受人点滴的恩惠 他这辈子都在受别人的帮助 他没有机会去帮助别人 他觉得他很亏欠这个社会 不想辜负 妈妈想回馈社会的心意 兄弟们决议将遗产全数捐出 以妈妈名义成立基金会 把爱传递下去 辅助更多学童翻转贫穷 得以实现升学愿望 那我会希望我妈妈的遗愿 我们不要让他这件事情破灭了 热油锅肉排下锅 炸至颜色酥黄捞起 一旁锅锅的手也不停地在白饭上 淋上卤肉汁放上配菜 蒋生元如今也将自己的好手艺 前进高中校园温暖学生的胃 午餐期卖的部分是因为我当初 自己就是普通高中的学生 我们早上做学餐的部分是做卤肉饭 然后加一块炸物 因为学生他们其实有时候要的就是便宜 然后方便快速这样子 兄弟三人分工合作 蒋生元掌厨 蒋子军确认订单 蒋子杨则负责外送 三个人忙不过来时 姑姑也会来帮忙 有亲人的相互扶持 一切步上轨道 蒋生元的太太也替先生感到自豪 自从接完学校之后 我觉得她很快乐 就是很有成就感 然后可以回馈给母校 让母校吃到她的料理 一道道飘香料理 让感恩之情细水长流 江家兄弟们更用家常蛋炒饭 凝聚手足情 逆转人生